文人行自走炮6月28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罕见的嘲讽了某些事例,不过网友们纷纷拍手称快,称对这个国家就不要客气。 此前澳大利亚媒体妄称中国军舰尾随跟踪澳大利亚军舰,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澳媒报道纯属无中生有,异象天开。 发言人还表示,澳媒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国家的实力,说得好,澳大利亚就缺人给他上一课。 这句话就是对澳大利亚某些傲慢的人最直白的描述,无千大笑这次对得漂亮反华,反倒像澳大利亚如此歇斯底里的,全世界都找不到几个,鸡毛蒜皮的事要反,不风捉影的事也要反,哪怕没有事也要主动惹事来反。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曾用普通话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他还有一句话,没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澳大利亚人民,在美国人面前跪得更低了。 自从他被特朗普摔了电话之后,特恩布尔一直想办法修复这层关系,所以他们采取了不择手段,不顾脸面的向美国示好的方式,以至于以前还能保留一些自尊的政客们都看不下去了。 比如前总理陆克文,称特恩布尔的政策是一种病态,你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合着以前都是跪着趴着,不只是澳大利亚政府,就连澳大利亚媒体也是如此。 中国在瓦努阿图修建一个只能停靠邮轮的码头,澳媒就说是军事基地,中国想铺设一套海底光栏,澳媒就说是木马席城。 总之,报道全靠一册,新闻全靠脑补,澳大利亚为何如此歇斯底里?因为主子还没有派管家过来啊,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空缺了两年没有任命,这已经是一种外交上的羞辱了。 澳大利亚政府虽然很着急,但还要替主子说话,此前特朗普曾经想任命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出任驻澳大使,但最后一刻让他去了韩国,澳大利亚政府主动替特朗普辩护,说这是美国的战略需要,主子一点不高兴,整个国家就慌了,澳大利亚好意思说自己站起来了。 所以,国防部发言人对这些人的嘲讽,可谓实事求是,解放军需要监视澳大利亚军舰吗?中国的电子侦察船是去监视美军的,正如前不久855天刚星号前往官岛监视美军亚拉巴马演习。 至于说对澳大利亚海军感兴趣,还真把自己当柯菜,就他那点实力,中国正在船务里建造的新船,从质量到规模,都比整个澳大利亚海军建议的还多。 现在解放军新舰战舰之多,已经不需要多说什么。 感谢观看